10月11日央视CCTV7国防军事频道最新一期的军事报道栏目揭秘了近期中国空军舰载战斗机飞行训练时的撞鸟事件 当时海军航空大学某训练团的飞行员正驾驶两架战机以超低空姿态穿越山谷 位于掌机后舱的新飞行员曲坤身在前舱的是他的飞行教官梁礼斌 事后接受采访时梁礼斌表示 飞越一个山谷的时候我看到转弯方向头顶有一大群鸟而且个体还比较大 突遇鸟群两名飞行员立即调整飞行姿态进行躲避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只落单的飞鸟迎面撞上飞机 前座舱盖80%的面积受损 曲坤接受采访时回忆到当时离地面高度100米左右 撞的一瞬间飞机抖动的厉害气流也很大 无线电完全听不到了 总之就是撞的一瞬间有点懵 但是马上反应过来自己要上升高度 失去了座舱盖的保护 一股大风国家气流迅速灌进座舱 巨大的风声掩盖了机场塔台传来的指令 危机时刻他们只能依靠自己 在塔台的指令和辽机的辅助下 梁礼斌凭借多年飞行经验 上百次调整飞机姿态 最终将飞机稳稳着陆在机场跑道 正如该部队的誓言那样 精准手机零容忍齐武刀尖向海天 中国空军飞行员在特勤处置中已形成完备体系 进而更好地保障自身安全 捍卫祖国万里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